中一中高二學生必旅行前說明會 老師在台上講解流程 但言論引發爭議 口中說的就是前一天 另一所高中 女學生遭領隊言語騷擾事件 台上老師甚至語出驚人 台下徐生四起 認為女老師竟反過來檢討被害人 甚至反諷 當時領隊長得不帥 才被視為性騷擾 但老師似乎沒有發現 那個拿捏尺度已經不太恰當 所以導致那句話講出來之後 台下一片化人 事件延燒 中一中學生團體 聲明譴責校方 要求學校加強性評教育 而校長也出面致歉 希望就是能夠彌補這一次 造成學生部分 翻來不佳的部分 台上老師在校教學資歷 超過十年以上 原本用意希望學生必履 注意安全 沒想到出言樂樂界 引發爭議 記者韓德綺 彭新 台中報導 每一個集團 的那場 是否能夠彌補 自己的心臨 看樣子